中华女拔远征爱尔兰参加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 在今天下午一点反抵国门 出赛留意过程历经了三犯险胜 虽然没有办法完成三连霸的梦想 但是却赢得辉煌战机三金三银 台湾的志气女孩在打了漂亮一仗 除了尖叫还是尖叫 世界杯用多三金三银的中华女拔选手 吴教练才刚下飞机 现场就欢呼尖叫不断 献上花圈 校长与精美女中学妹欢迎中华女子八个队凯旋归来 选择相信选手让他们上场奋力一搏 结果五百公斤量级的选手不负众望 是因为这群小孩子的斗志异常 所以我觉得是他们获胜的最大的主因 教练原先队五百四十公斤量级队伍 认为有较大独冠机会 但不如预期 而相对于由集美女中组成的五百公斤量级队伍 教练仅设想让学生有赛成经验 却出乎预料夺冠 我们比了三局 因为都犯规这样 然后我们也显胜 很开心 然后很不可思议 虽然因三番显胜 心有余悸 但当被记者问到制胜关键点时 选手将支撑比赛意志的功劳 归于观众欢呼 全场尖叫 就是想说今天要拼 不管怎样就是要拼到最后 台湾知情女孩坚持到最后 终于苦尽甘来 打了一场漂亮战役 新台队电视整理报道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